現身Apex曼谷峰會 沙烏地阿拉伯王儲 沙爾曼涉嫌二零一八年 謀殺華優記者哈少吉 時隔多年卻傳出這名王儲 可能逃過法律制裁 美國CNN報導 根據美國司法部一份文件指出 在哈少吉謀殺案中遭指控的 沙烏地阿拉伯王儲 沙爾曼 拜登政府已確認他 享有法律豁免權 消息一出 讓哈少吉的未婚妻集資 完全無法接受 集資在個人推特發文表示 哈少吉今天又死了一次 還直接點名美國總統拜登 救了這個殺人兇手 更指出以為能從美國 得到正義的光明 沒想到金錢還是第一 事實上拜登自從當上總統 對於制裁殺國王儲 態度就很低調 去年二月美國情報單位 解密暗殺行動的報告 指控沙國王儲 沙爾曼就是幕後指使者 但拜登卻拒絕制裁 沙爾曼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今年七月甚至還親自出馬 造訪中東 為了石油增產以及打造區域聯盟 但統統都被回絕 拜登中東行空手而歸 這次的G20大會兩國領導人更沒有會面 如今豁免沙國王儲或許就是不想破壞關係 短短兩年多拜登口中的建民變成夥伴 專家質疑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有意在年底訪問沙烏地阿拉伯 脫不了關係 因為中沙兩國醞釀推動一個 不再由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多級世界願景 不料美方的反制之道 竟是傻人無罪 也難免引起全球民眾側目 展立新聞陳環報導